欢迎回来继续Focus 一部最近被国际影评称为最有善意的电影 挖掘人性里面对于巨大压力的挣扎和抉择 因为必须替附中24周的胎儿决定生死去留 德国女导演指导影后主演的故事 为了营造真实感 邀请真正执行过影产手术的医护人员演出 医生因此要求能让他侧脸入境 以躲避社会争议 导演也借名来保护这个演员 而关键是怀孕6个月24周之前最适合影产 接下来堕胎就很不适合了 因此反映的最大道德争论是 胎儿要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 不只是有生命 而且是真正的人呢 尽管德国的法律是允许堕胎的 但是这个电影推出后 依旧引发非常热烈的讨论 电影主角阿斯提在怀孕24周时 必须做出一项迫切又追星的抉择 如果您是他 当怀孕24周时 子宫里确定是唐宝宝的胎儿 又被诊断出心脏有心漏现象 如果您是他 当孩子生下来一周后开始 就必须接受一连串的复杂大手术 您会决定生下孩子让他受苦 还是替他结束24周大 已经成行 会打嗝 会对外界声音与触摸 有反应的生命呢 德国法律赋予母亲这一方 留宇不留这个最终决定权 而电影主角是一个 独立自主的脱口秀演员 但即使事业有成 和男友也没有婚姻关系 女主角却因为 女性与生俱来的生育能力 以及在社会中身兼女友母亲女儿以及公众人物等多重角色 堕胎即使合法 始终只能是秘密 而法律认同的女性自主权更是加倍天人交战痛彻心扉的折磨 就像主角在得知胎儿是一个唐氏症宝宝时 脑子里一晃而过的念头是自责和歉疚 这部电影在柏林影展放映时 媒体场的女记者都感同身受而痛哭流涕 而导演贝拉赫在接受访问时 始终对于堕胎问题保持中立 无论是生下孩子或是进行堕胎 都是出自于爱 也都需要无比坚强和诚实 一名女性才能够在往后的人生 去面对抉择的结果 TVBS新闻综合报道